其实从开球的这个战位来看呢 我们应该还是一个大概中场零行的一个战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组织 美加莫试者杯亚洲军选赛 第二阶段的C组第四轮小组赛 中队和新加坡队的比赛 双方比赛已经开始了 场上穿着一身红色球衣的是中国国家队 刚才在赛前的连线当中呢 孙几海也谈到了自己的观点 这样的比赛其实最好的防守是进攻 中队在进攻方面一定要打出自己的特点 张宇宁 这球汤了进去倒地 裁判员是给了任意球 其实可以利用好远射的机会 是 谢鹏飞跑开 打了一个配合 谢鹏飞第一球 你看来了 大门 这是一个折线 最终呢运气不太好 打在自家队友的身上 折线出了底线偏了一点点 非常可惜 应该说这个配合还是非常成功的 是 谢鹏飞跑出位置 费兰多给他在横传 吴磊的射门 这个球啊是打在朱神杰的身上了 可惜了 你看又一次对方的这个门球啊 球门球 对 咱们中国球迷给他送了个外号小摩托 看上这一次 好球 进去 停了一下 有机会 周围磊开场之后呢 在对方的进区里边 就获得两次好机会 是 费兰多呢 我在重庆跟他曾经做过队友 这名球员呢 是巴西 原来巴西的这个球员 然后很有这个 踢球那种天赋 时间跟节奏都特别好 其实他有时候过人 不完全靠速度 有一些变化了 对 不是所有队员都压到了 对方的球门区里边 是的 小球开起来 点不错 弹到了外围 应该还是中队在控制 谢锋飞 球还在中队控制之下 传起来到后点 有机会 投球 哎呀 近在支持这个接力 张云霆把球给打飞了 这球有难度 但是呢 距离非常近 打高 其实挺难的 对 非常好的一个配合 到后点 高准义的一个回坐 回摆 这个球就近在支持 而且面前只有守门员 没有后卫了 其实这个玉宁 我们看这次进攻 跑球 犯规了 哎 没吹有力 因为我们还在控制球 所以裁判没有吹 对 费南多 高天翼 吴磊 张云霆 把球控制住 交给吴磊 单刀球了 吴磊向前 面对门匠 挑射 球变了 漂亮 开场21分钟 中文类队长吴磊 打尽了自己在国家队的 第35个进球 上一场客场 对新加坡的比赛 他是独中两元的 今天这个单刀球 他把握的相当好了 是 张云霆的这个传递 也是非常棒的 刚才这个球 我们注意到吴磊 在庆祝的时候 应该也把自己心中的 这 尤其是上一场比赛 自己进了俩球队 还没有赢下来 这种郁洁之气 有点 一输而快 是 这个单刀球的把握 非常好 最后射门的时候 选择了挑射 也很冷静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球 张云霆先把球控制住 这球C的漂亮 对 吴磊面对门架的时候 轻巧的挑射 守面哈萨桑吉 虽然是拿手碰了一下 但是未能阻止 皮球阻碍中队和上场比赛一样 又是早早的就取得了领先 其实吴磊的这个 除了这个挑射很轻巧啊 这一次的后蹭 我们其实看 蹭给张云霆 其实是非常有目的性的 是 绝对不是盲目的一顶 没错 这两个前锋 吴磊和张云霆 两个人刚才是各自出球一次 吴磊最后完成了射门 对 中队现在是局面上 1比0领先了 这个球两个人有点漏 危险 新加坡队迅速的将场上比分追平 这个球呢 我觉得中队的 左和尾刘洋 对于身后的情况 好像不太了解 是 这个球本来是没有什么机会的 这是一次明显的失误 刘洋和他身后的这个进攻队员的位置关系 他好像没有看清楚 身后有空档 他没有注意到 新加坡队在中队进球之后迅速的扳平了比分 一切都回到了开始的状态 不到一分钟 对方一开球 几秒钟就形成了一个攻门 就是对方开球之后 第一脚传球 你看 刘洋以为身后没有人了 但是这一漏呢 是关键的失误 这个球是边后卫的一个关键的失误 第一个就是精力确实不集中 这整个观察不够 另外一个其实身边的队友也应该有一些提醒 新加坡队呢 在客场将场上比分扳平 进球的又是上一场比赛 踢补登场之后 打进第一个球的时候 法利斯 远路传中 中队挡住 菲南多 好球 摸过来 自己往前踏 看看局面 给到中路无垒 单刀球 又是一个单刀 无垒打门 这一次身体被铐住了 可能对方的这种拼墙 对他的那个平衡有一些干扰 是 这一次呢 对方这个中后位17号 伊尔凡凡迪 终于是靠到了无垒的身体 是 没有被完全甩开 这球并不越位 是个好球 最后挤了这一下就很关键 对方其实防线也已经转移过来 没错 突然性不够 对 索贝我们都知道 就是进攻的时候 要拉开 我们注意看这次机会 在前上一个反抢 过来了 传起来 无垒 投球 哎呀 想到前点顶着稍微偏了一下 是 这个球的这个位置吃的比较多 比较正 可能再稍微蹭一点 这应该是谢鹏飞的前场 嗯 抢断 哎呀 顶着吃的太多了 稍微再少一点 可能蹭到后门处机会就大了 哎 出击啊 要有干扰 对 脚球开起来 有了 投球 跳起来了 但是没有有效的把球顶向球门 朱晨杰 哎呀 可惜蹭到了球啊 嗯 朱晨杰感觉跳早了一点 这球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下落 谢鹏飞 脚球开起来 别犯规 哎 双方还在混着 别犯规 倒过 还有机会 打正 打门 这个球被守门员挡出 继续发脚球 高准一的左脚推射 今年已经40岁的 受门员哈桑桑尼 确实表现出色 哎呦 这个球在身体延展 已经到了极致啊 给自己看 我们看看 完全展开 对 不过确实 对 第一稍微点耐心 第二个两边转移要快 要快 对 调动对方防线 不能给对方 往过来跟的机会 费南多 往里切 扣一下 进来进去里边了 后点 传起来 外卫有机会 跟上打门 球倒是压住了 但是被对方给拦截了 蒋光泰 前 费南多 往里切 自己准备起脚了 射门 打在了对方的身上 再给 赵予宁 坐回来 费南多 新加坡的中路的防守 人比较密集 钻住后边 钻住 手边出来 投球解围了 王大雷非常专注 这就是大雷的价值 但是 你想 上上丢球的一个主要 第一个丢球的主要原因 没错 我们这次其实没有改变 高准一向前推进 吴磊在前插 找到另外一侧 张玉宁那 这是个机会 张玉宁打门 他的左脚射门 没有发上力 吃的部位不准 球是打偏了 这个时候 好球 好球啊 好球啊 点球 三方眼给了点球 认为中国队前面准备接应这个队员 是被对方给拉倒的 是的 新加坡的队员对于这个判断很不满意 但是裁判的点球判断应该是比较坚决 而且要掏牌了 要掏牌了 对新加坡队犯规这个队员要出示黄牌 这是中国队的一次机会 比赛的第63分钟 新加坡队的几个队员 那是围住了助理裁判 第一助理裁判 主裁判示意他们要离开 今天他打的是后腰 我们来看一下班登多的情况 连拉在这 这个手对肩膀的干扰可能是失去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 这种动作不用很明显的去拉球一 搬住肩膀稍微发点力 可能这个包场队员就失去平衡了 中队的17号费南多 面对对方的40岁的门将哈桑桑尼 费南多助跑 打门 球进了 球进了 这个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想好了角度 然后充分的发力 进球之后的一个后空翻的庆祝 已经很久没有在中国国家队的比赛当中看到这么激情的场面 比分变成2比1 费南多的破门帮助中国队领先了比分 这也是费南多代表中国国家队的第一个正式比赛的进球 而且是在这么关键的世界杯一选赛当中 恭喜费南多 但是呢 中国队接下来还是要做好事情 上半场比赛曾经领先过 但是对方的随后的这种反扑 中国队注意力不够集中 现在要吸取教训 没错 这真是我想说的 另外一个 从心理上我们应该保持更平和 强势的 仍然是不要退缩 不要担心这个失误 把心态还是要调整好 没错 费南多的破门帮助中队本场比赛第二次领先的比分 2比1 新加坡队早早地用完了五个换人命了 调进去 双方现在场上的暂时是十大十 有反击的机会 返过去吴莱 张维宁有点跑不动了 跑不动了 他跟不上了 但比赛豪可以往里边靠一靠 吴莱进入几圈 我带一点 打开 漂亮 吴莱国家队的第36球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 在这个时刻的这个进球也许是价值千斤的 价值千斤 价值万斤 队长老队员 这个时候应该站出来了 而且确实站出来了 是 这个球呢对新加坡队的士气的影响 对他们士气的打击也是重大的 因为新加坡队早早地用完了自己的五个换人命了 所以他们受伤的这个队员呢 没有人再替换他了 对 周俊恒现在在场边接受医疗救助 但是没有人能够再替换他上场 对 双方在场上人数 其实中国队吃了一张红盘 但人数是均等 对 这里这里边有一点点幸运 有一点点惊喜 但是也要 其实给我们提个醒 这个不应该有这种人员上 我一开场的时候 我们还是希望对方能够人员上 有一些损失 但是吴莱的这个机会把握的太好了 这球打到了边网 其实我刚才注意看了 我们的主教练伊万 给队员比了一下的脑子脑袋 就是其实让我们的队员这个时候要冷静 精力要集中 没错 中国队虽然吃到一张红盘 但是新加坡队由于过早地用完了自己的花生命额 在出现受伤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再替换 所以场上实际上是双方线的师大师 人数还是均衡的 是的 中国队呢又将比分再次 哈伦哈里斯 沙西南 好球 这球断了下来另外一侧 能不能看见 张宇宁给过去 吴莱 三刀球的机会 吴莱蹚进去 红传 维持好 打败 球进了 球进了 4比1 完美的反击 这个球是个完美的反击 比赛应该悬念被杀死了 没有了 4比1 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张宇宁几乎是拖着抽筋的伤腿 完成了一次很好的过顶的直传 没错 没错 这个球可能让新加坡的队员 这个士气一下子就没有了 我们看 大雷也从后场 跑过来跟队友庆祝了 这是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4比1 这个球呢 这一段是关键 是 张宇宁看到了另外一侧的吴莱 将球传到了防线的身后 维持好 在后点接应 吴莱横传 维持好轻巧的用左脚推射 属于一次未定 有五分钟的上停捕时 中队现在是4比1领先于新加坡队 这是曾经在局面几乎进入黑夜的时候 种种原因吧 新加坡队可能自己画上名额用光的稍微早一点 邦和国六闹 到底在前面几乎 通宽广 都有最维持好轻巧的 超越mayın